好的 現在在我身邊的是 德烈主廚 有沒有為我們今天做的料理事 我今天做的這道料理 也是我之前出國比賽的料理 它叫做 堅果乳酪 絲瓜雞肉捲 出國比賽料理 那這個有得獎嗎 但在我身上已經很厲害了 家座也是獎 你看他現在桌面上 整個場面是有擺出來的 有各種的 那我們就一邊做 然後一邊跟我們介紹好不好 我先把 先加一點油 好 因為它有一個大鍋 小鍋 然後呢 有這些就是小蔬菜 在家裡已經汆燙好了 這個是我剛剛在事前 開播前已經先汆燙好的這個蔬菜 就是Gardish配菜的部分 先汆燙好 然後現在就是加一點這個butter 還有油 以及黑胡椒 讓它有一個butter的香味 因為蔬菜如果單只有汆燙的話 我會覺得很無聊 而且剛剛看這個評審也有吃蔬菜 我想說我們吃到料理是要做的 加一點奶油的好處 是它會有那個奶油的香氣 奶香味 對 這邊完了之後呢 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butter 這個就是玉米糊 玉米糊 我做的方法呢 是這個很切很細碎的洋蔥末 炒香之後 加入一點點的百里香 再加入玉米糊 以及雞高湯 煮成糊之後 冰起來 冰起來之後 它才會成形像像這個樣子 我再切一切 我待會也是把它覆熱之後 加一點奶油的香氣給它 所以它算是一個主食嗎 它算是主食 因為我們那時候比賽一定要有三個東西 蔬菜 主食 還有主食材 主食來了 主食材我介紹一下 這個是奶油的奶油 裡面塞了堅果碎 包起來之後 定型 然後外面在裹上絲瓜皮 汆燙之後 再包起來 最後再加上這個 排扁的雞胸肉 所以它是一整條包起來是這樣子 對 主餐 主食 還有蔬菜 對 所以大致上我們會這樣進行料理 那第二現場 現在你那邊發生什麼事呢 是的 我們可以看到第二現場的檯面 非常的簡單 呈現了一句話 Less is more 韋豬 韋豬 你這一道菜呢 雖然它我們檯面上看到很少對不對 但是聽說這個前置說要多久的時間 對 就是差不多要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的時間 像你看這個是番茄 是 這是白花菜 這是蒜頭 OK 那這一道菜呢 就是我們西餐非常經典的一道菜叫做 紅酒燉牛肉 紅酒燉牛肉 因為大家都吃過 也基本上也都會做 但是要怎麼樣做的特別 你的特色在哪裡 比較特別是 我有先 浸泡一天紅酒 然後滷一天 我這次更特別是配一個叫 法國國旗的蔬菜泥 這個是 對 這不能說的秘密 對 這不能說的秘密 你自己調的 等一下會展演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嗎 對 沒錯 好 那現在可以開始 為我們展演一下 我比較特別 我有加一點中式的香料 OK 因為我們自己喜歡吃牛肉麵 YES 所以也會有一種牛肉麵的FU 對 沒錯 算是中西合璧 對 因為我喜歡法國料理 所以我就把台灣跟法國的一些 一些元素把它融合在一起 OK 那這個是哪一個部位呢 牛這個部位 這個是牛頰 牛頰 對 通常是進口的 進口的 通常紅酒燉牛肉都是牛頰嗎 很多有的牛腩 牛腱都有 只不過是我比較喜歡牛頰 因為它的筋比較多 可能口感我覺得比較紮實 有一些台北的名店的牛肉麵 也是選用牛頰這個部位 OK 好 加一點點紅酒 OK 這邊除了譬如說等一下三份之外 可不可以另外再準備一份 也讓我稍微嘗試一下 好的 我這邊已經在嘗試了 對 你都已經在嘗試 所以我想說 德烈主廚說的那個Brenta 奇妙的滋味在裡面 就是因為先炒香 這個洋蔥它就有洋蔥的香味 然後我再加一點點的白鯉香 以及雞高湯 它就混合在一起 然後最後的香湯 它就其實是一個 骨類的東西 去吸收這些液體 然後再讓它濃縮 因為進了冰箱 它的液體就會 縮起來 就會蒸發掉 它就會慢慢慢慢沉襲 就覺得在這一口裡面 我吃到好多我熟悉的東西 可是它又變成 我們完全不認識的樣子 又新的味道 可是它真的 最熟悉的陌生人 它又只是其中一個口味 它又不是全部的主 是個雞肉捲 然後這樣子過三關的方式 去炸 炸到表皮上色 因為我雞肉拍得很薄 過三關的方式 去炸上色之後 就可以成盤了 過三關了 對 現在我們的順座要來過三關 來 第一關 這一關是 叫做是 這個是麵粉 麵粉 什麼心都沒關係這樣子 好 麵粉完了之後 就要去第二關 蛋液 全蛋液 蛋液完了之後 就要來到第三關 麵包粉 我們這幾關是手樓菜 因為德烈說 剛剛你們在那邊 紅酒燉牛肉 他剛剛那邊小小聲這樣 笑出來 趙哥 他說紅酒燉牛肉 太好笑了吧 我沒有 不要製造對立好不好 你的心理我看到了 你剛剛有個小眼神 他說他就是要跟主廚對決 所以要拿出他這個 研發十年的菜 他這樣整個擺出來 就讓大家知道說 民間主廚也是厲害的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用 紅酒燉牛肉是非常經典的 那怎麼樣做出新滋味 這邊我們要為大家示範一下擺盤 怎麼樣擺 擺出心意 你們已經到擺盤了 已經擺盤了很快 你們那個過幾關了 我們第三關 第三關 我們已經要那個 好 那就先等一下 你們那邊再過兩關 我們再擺盤好了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進行到的是 把這個雞肉捲 我相信就是 這個現在正在炸 這樣算半煎炸嗎 半煎炸 就是讓它這個 讓它的 如果純用味道來對決 你是有信心贏過對面的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味道 我還加了一些 我以前沒有的嘗試 就是我每一個食材 我都有加一點點的 雞高湯的味道在裡面 來去做烹調 對 然後用的元素也是 最傳統的西餐的鹽巴 黑胡椒 以及糖 對 所以你來之前就已經知道 對面主廚要做的是 紅酒燉牛肉 好像那無魚 對 他那個 對 羅師傅做的我沒有吃過 但是外面我以前吃過 我覺得是紅酒的香氣 那個濃郁的肉汁味道 剛好我這邊也有 你們有的 我們也有 但是敢做紅酒燉牛肉 是對自己的廚藝非常有信心 才敢挑這一道菜 那羅師傅會覺得 這樣子的料理太假糕嗎 不會 不會沒有 他剛剛說講 他剛剛跟我講說 那就是化蛇天爽 他剛剛有跟我講 早知道我做一個 鋁收頭燉飯就好了 他本來要準備那個燉飯 對 然後他說 看到你紅酒燉牛肉 早知道就準備燉飯就好了 很搭 弄這麼複雜幹什麼 這個是蒜頭 所以因為我們 我們平常吃牛肉是會配一點蒜頭 一定要 所以我把它變成蒜泥 所以它一樣是可以搭配蒜頭 這個是白花菜燃乳酪底 裡面有一些Brew cheese 這個是很高級的味道 一樣 這邊 再來是番茄 因為牛肉對番茄一定是最對味的 剛好是三個顏色 法國國旗 這是法國的國旗 然後我們可以這樣子畫盤 好像在畫畫 對 就是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哇 好美喔 好可惜看不到喔 感覺有點被攻擊 對 沒關係 我們不要受影響 除德的部分 除德 我們就是沒有除德 對 擺在上面 那個肉是 很像果凍一樣在那邊彈 有沒有看到 然後一點點 一點點醬汁 好 比較特別是 剛剛德有說西餐都會用奶油 我這邊的話 我們奶油是煮過 所以它是有一點焦糖色的奶油 這個就精煉了大概就是 30分鐘以上煮的奶油 一點點把它畫在上面 所以它等一下融化的時候 會有很重很重的奶油香 這個可能是今天的關鍵 然後再一點點油太鹽 油太鹽吃起來有一點點 像我們好像有點加糖的鹽巴 所以它吃起來比較鮮甜 然後一點點鹽巴 甜鹹甜鹹的 對 甜鹹甜鹹 然後一點點胡椒 對 所以我製造菜就完成了 我們已經完成了 好的 說這10時那10塊 我們也已經進入到 三盤的擺盤也已經是完成了 OK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子的料理 然後我們的醬汁再放上去 就完成了 OK 我們這邊剛好呢 也是在放醬汁的一個階段了 而且我們這個也一樣是一口定勝負了 好 現在呢 兩位大廚的料理已經完成了 現在進入到試吃階段 刺激的時刻到了 來吃飯囉 好 吃飯囉 來阿公吃飯囉 辛苦了 舒服 你怎麼都聽到我聽耶 好聽嗎 剛好都聽到這個 然後這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剛剛有一首歌一組唱先不要 OK OK 可以試吃 那我們先從1號料理開始 1號 如果你吃得下的話 我給你吃兩口 一口是有加醬 一口是沒有加醬 我可以吃兩口 我先給你吃沒有加醬 好 都先從沒有加醬的開始 好來 很特別 那怎麼有知道你這樣明太子的東西 來憲哥 沒有加醬的部分 憲哥 啊 氣質會好重好爽 是 滿滿的一整口 還有嗎 小明在那一回錄影 這個沒叫醬醬 感覺一下 有意思 這是雞肉對不對 要不要再來一點加醬的部分 好 好 這個也是滿大口 不用很大口 這咬進去直接口爆 真的 在嘴巴裡面爆開 這個在嘴巴裡面爆開 甜甜的 然後有美乃滋 雞肉吧 很奶油 因為有起司在裡面 然後外面是脆脆的 這個有焗烤的感覺 感覺是奶油焗烤 對不對 奶油焗烤 我吃到脆脆的東西 所以是 這是用炸的還是什麼東西嗎 那我們也搖那個 它旁邊這個東西 這個是它的主要主食 剛剛你已經是主食了 然後現在這個是 這是澱粉類的東西 OK 這裡面有堅果嗎 來 憲哥 那個肉好嫩 來 這個是澱粉類的 有 吃過了 剛剛那個還有嗎 我好想再撕飛 還有 還有一半 這個是它的 主要澱粉類的東西 主食 這個肉我竟然 這個應該是奶油 然後剛剛給我吃的那一坨 一般來講就是雞蛋 然後它可能用了 然後它這個應該是 魚 完全跟你吃相反意見 真的嗎 那你吃到什麼 我吃到雞肉 對 我也覺得 我的感覺是雞肉 然後裡面有堅果 所以 沒有看到的情況之下 真的會吃到不一樣的東西 對 因為 這也是我吃食物以來 第一次 你不會先用眼睛去判斷它 對 因為眼睛看到的 你已經先告訴大腦 記憶了 你曾經有的印象是什麼 味道是什麼你都會知道 因為大腦會告訴你 好 來吃第二道囉 好 第二道來 阿 一口吃 阿媽 剛剛好 舌頭一點時間不見是什麼東西 什麼 很牛喔 牛肉 牛肉 這個是牛肉吧 還有可以再吃一口嗎 沒了 是喔 這牛的香味好重 好爽喔 憲哥來 一口 一口 漂亮 最困難的創作是什麼 做最簡單的創作嗎 不 這是最難的部分 這個我吃出來是牛肉 對 好吃的牛肉 也大概都吃過 但是就是說 它這個變成就是說 比的不是牛肉本身 而是牛肉以外的東西 比如它的醬汁 它的醬汁或什麼 對不對 歐洲的廚神級的人物 他們都是在比醬汁 剛剛第一個應該是 然後美麗覺得第一個是雞肉 第二道你覺得 第二道是有吃到紅酒 有酒味 有酒 有紅酒的味道 真的都沒有這樣蒙眼吃過東西 對 很人生難得的體驗 很少這種體驗 我長這麼大 我第一次要吃牙縫裡面的東西 再找味道 不知道怎麼平都好吃 徐徐秘密 我這牙縫 不要這樣分享 太有愛了 哥客氣了 感情太好了 好 那三位再雲指回味一下 或是牙縫回味一下 感受一下 右手 右手是第一道 右手是第一道 左手是第二道 是第二道 好 OK 好 想一下 好 OK 第二個 我們的西餐主廚的對決 請公布你喜歡 第一道還是第二道 請公布 第二道 左手是第二道 第二道獲勝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請看 第二道的主廚 第二道 恭喜我主廚 是 誰 最喜歡agron 第一道 我是 第二道 是 第一道 第四道 誰 二道 是